我们看一下数以98之二这一题 那这一题是倒水的问题 它其实是一个状态的改变 所以就很适合用转移矩阵来处理 那它倒水的过程是怎样呢 是先将A平的一半倒入B 接着混合之后再将B的一半倒回A 这样的过程很复杂 我们先来倒一回看看 所以这是倒完的结果 一开始上面是A0跟B0 可是它先将A倒一半 所以自己留一半 那剩下一半倒过来 但这还没算一轮哦 接着再从B里面倒一半 所以有一半留下来 再倒一半回上A 所以这样子就是做完完整一轮 那我们把这式子整理一下 整理成就变成四分之三的A0 加上二分之一B0 那这边B的部分呢 就是四分之一跟二分之一 那这里都A0这里都B0 我们就可以用矩阵的方式把它写出来 所以这个就是做一次的转移矩阵 但其实接下来都是照这个规则 所以这个二阶方阵 其实就是这一个式子 那接着要看B小题 它要算一百次后 那一开始是这个 其实这个如果随便给可能会很难算 那因为它这边设计过 我们把三分之二跟三分之一带进来 所以四分之三乘三分之二就变成二分之一 三分之一乘二分之一是六分之一 那这边加起来刚好也是三分之二 那另外一边就会是三分之一 所以三分之二的三分之一是这里面一个特别的一个情况 就是它的稳定状态 所以你做完之后呢还是维持这个 做完之后还是维持这个 所以等于做一百次A一百还是三分之二 B一百还是三分之一 好 接着看C小题 C小题看起来有点难 就是说操作两次之后 A到底有多少九 那我们这个有一个小技巧 就是说我们现在只关心九 所以我们这里三分之二 但下面这里百零 这是这里最重要的技巧 就是我们不管水的部分 只看九的流动 好这样乘一次呢 对 这个跟这个做内积得到这里会是十二分之六 好那这边会是十二分之二 好那一样这边加起来还是这个三分之二 好那这边我们可以稍微约一下 我们让分母一样就变成六分之一跟六分之三 好那以六分之一跟六分之三 再来继续做一次这个矩阵的乘法 好那上面这边 这边二十四分之九 这是十二分之二 所以加起来是二十四分之一 好那下面的话呢 也可以把它算出来是二十四分之五 所以做两次之后呢 A中有这么多酒 但是我要问的是说 A中的酒精的有百分之多少 那其实在B小题里面他就说 我们倒来倒去 A中的怎样 这个是A2 刚刚说A2是三分之二 A100也是三分之二 他说A里面的荣义总重是三分之二 但这是荣值 所以我们要看他的百分比就是用这个 再除掉三分之二 等于成长二分之三 所以这样子算出来会是十六分之十一 对那这边等0.6875 就是68.75的百分比 好那这一题我觉得有点难度 一开始要先把这倒水的关系先写出来 然后再抽离写矩阵 好那C小题呢 一开始我看的时候也是有点卡住 对那接下来就是重要的关键就是想到 如果把B想成0 好那这样子只看酒精的变化 就会稍微简单一些 因此